这次要介绍的是Nature Kitchen 我最想去买的生活用品店 他们家的商品几乎都是50元 小部分会有150元和250元的商品 现在就来介绍我在他们家买到的餐具 汤匙和叉子都是各一支50元 那这个爱心型的汤匙它也是一支50元 它是可以用来吃甜点的时候用 我觉得它蛮可爱的 那这个是我想说买来咬盐的时候可以用 所以只买了一支 这个就是吃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夹甜点用的 夹掰用的 筷架我通常都是买一对一对的 像这个叶子一个就50元 这个搭配餐桌还蛮好看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最实用的 它是不锈钢的 可以放筷子跟汤匙 这个是我最常用到的 富士山这个造型很可爱 因为我有个餐桌店 它是富士山的 我是买来故意跟它搭配的 这个的话它是樱花造型 那我有一个粉红色的餐桌店可以配 这两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杯店 这个的话就是你配一般的杯子 或者是配上高脚杯都非常的好看 我之前录影的时候就会带去配 那因为很常用所以它有点脏 比较麻烦是它没有办法清洗掉那个帐物 这个的话是因为它素面 不管你配上很花的桌巾 或者是比较朴素的桌巾 配起来都不错 这一组是我很常带去露营用的 这个袋子也是一个50元 然后叉子刀子都是各一个50元 筷子的话我会另外再放进去 因为筷子不是在他们家买的 所以就没有介绍 这样一组包在里面带去露营很方便 就不会有漏掉东西 再来是这个白色的盘子 它很简单就是一个纯白色的盘子 什么都没有 可是如果你餐桌巾 有时候是一些花样很花的 摆上这个白盘子就很适合 然后这个夹子 它是一组好像是150元 这阅历也是他们家出的 这一组也是一套就50元 超划算的 然后我还买了透明的 这还有一个茶壶可以配 因为我觉得这个透明的它纹路很漂亮 但是它很薄 感觉不太耐热 所以我一般都会放到比较凉的茶 然后再放进去喝 这两个木毡板 有时候放甜点或者是放可颂的上面还蛮好看的 这个是比较长型的 其实放沙拉也不错 其实放沙拉也不错 纹路的话每一个都不同 可以自己去挑选看看 这是甜点的罩子 那木盘跟甜点罩是分开都是250元 木盘的话我之前放沙拉的时候就蛮好看的 甜点盘 竹盘 放面包还蛮好看的 下面就铺一个餐巾纸 餐巾店 红色这个可以两用 它另外一边就是素面的 一边格子一边素面 蓝的这个是同款式 另外还有这个是线条的 因为我是不同批买的 颜色有点不一样 所以买的时候要同一批买会比较好 咖啡色的话就是一些日式料理的时候铺上去 还蛮有日式风格的 这个富士山的图案超可爱的 看到就忍不住想买 最可惜的是这个素面 我觉得它是非常好配餐桌 但是我只买一个 之后它就没有再出了 再找不到这种素面 这架子我蛮常带去录影的 它也是一个250元 会把一些灯具啊 在上面 另外还有一些锅碗瓢盆 这是隔热手套 一个50元 一个50元 打蛋器 筛子 挖刀器 切蛋用的 然后锅子 跟整理盘 介绍完毕 他们家真的超好买的 我在他们家败了好多的钱 在这里 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可以做到的 这些锅碗瓢盆 我们可以做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